来示范一下 来 欢迎吃 对 来 我们这个动作 我们需要的道具就是一张椅子 那椅子不是用来做的 是用来辅助我们站立 那我们就是离它远一点点 稍微跨两三步 然后我们把身体 曲到一个跟地面平行的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 你要觉得你的腹部是往内收 然后我们要拉 把整个后面就是在骨盆这个地方 然后腰椎这个地方 全部都把它拉开 往后做到最多最多最多的时候 就稍微停住 然后30秒钟 有一些后腿比较紧的人 这个时候后腿已经有感觉了 对 那你就把身体稍微往前挪一点点 因为我们主要的重点 会是在臀部这个地方 然后停住时间大概30秒钟 然后稍微往前 然后去做一个休息 然后在做的时候记得不要憋气 所以我们可以先吐气下去 然后慢慢吐 慢慢吐 吐到尾巴之后 然后再慢慢吸 然后30秒钟之后回来 那有些人他觉得说 我在筋痛的时候 我肚子就已经很难过 没办法站着 那我们就蹲着做 就蹲着也是另外一个方法 对 我们就是一样扶着 然后一样是透过这个椅子 让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抓 抓过之后把身体整个拉到后面去 像快要坐到地板一样 所以我们在腰椎这个地方 就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延伸 然后这个也很适合 就是有一些比较久坐办公室的人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舒缓 脚尖应该不能踮起来吧 对不对 对 它就是一个往后 整个坐下去的感觉 被抓包了 对 然后会发现 有些人腿没有办法就是密着 有些人腿可能会开开的 那没有关系 你就是尽量把脚夹紧 然后身体往后 往后坐下去的感觉 然后停住一样30秒钟 然后慢慢起来 那不管是哪一个姿势 在坐的当下 那个腹部需要特别缩 还是用力什么吗 稍微往内收 就是把整个身体 然后往后攻起来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要稍微缩一下 那男生也可以有帮助 男生也可以 男生也可以 舒缓什么呢 我们的筋痛也可以 怎么会舒缓 就是腰就变得不舒服 有些人坐久了 臀部会不舒服 对 有坐办公室的 或者开车开很久的 都可以做一下这个动作 30秒就够了对不对 30秒 对 然后我们来回 好的 来 谢谢黄医师 谢谢